很厲害, 待會就煮了這麼多美好菜 還要一碟, 都是功夫拆 厲害, 蓋著煮慣吃的 燒爛燒, 坑爛也很適合 不將力改煮, 只可以煮直吃麵 吃飯 為什麼忽然這麼有興致煮 一些獨門菜式? 今天有什麼大日子嗎? 問這麼多, 還要就是豬 蓋著特色菜, 多吃一點 不要怕大日子, 忘記了那種味道 對, 認識這些菜的人不多 看來第二次真的會失傳 是不是想學? 沒問題, 我就夠聰明 收徒弟, 不是應該先收我嗎? 一百刀, 燙樹就聰明 燙鴨你也不能當, 來來來, 等我來 那高靜就只懂得拿槍, 不懂得拿刀 你不是跟我搶小孩子吧? 秋姐是你們民家的兩朝元老 又是你們民家人, 我怎麼敢搶呢? 明天, 我百年歸佬 都是靠你民家氣給我淡飯賣水 家有一老, 魚有一寶 秋姐, 不用眉口乖 你們兩個妹妹, 給我全部吃完 今晚人人有好東西吃 除了哥哥沒有 Money回來了, 當然要在二人世界吃好東西 吃了 這裡一大半年沒開, 我還以為沒做 只是近這個意思才開關 牛腩還是這麼有水準 不過湯底很甜 甜了 是老闆的兒子提議的 他說現在的人健康了, 喜歡味道 我還以為老闆是新聘請的伙計 老闆早前五十斤, 都舉不起 幸好他兒子回來幫忙 不是當事也做不下去 這麼說, 我們是否謝謝老闆? 否則我們就少了回憶 那要不需要我幫你問他拿個電話 讓你請他吃一頓飯? 多點來光顧, 不是實際點嗎? 慕善這麼說謝謝? 你做人不是喜歡恆蓄, 不張揚的嗎? 你那天也襯得挺好看的 淺灰色衣服, 深灰色格仔中褲 深藍色牛仔褲, 再加一雙白色球鞋 那我是否要說回你那天尤尤尤? 算了, 你那天看的, 也不是我 對不起, Monique, 我現在要去 好, 再接觸一下 再見 再見 好, 再見 小姐, 我想你… 我不習慣跟人搭桌子 我也不習慣 只是我覺得你不適合坐這張桌子 你說什麼? 真是 老師, 走 走 想回那事真的很驚險, 幸好有你 你背著那些人坐, 才沒有發覺 當我還以為那天很靚, 很吸睛 那你那件行色大嶺中衣 的確是很吸引, 很適合你 原來你記得的 我沒說不記得 你那天這麼大膽 為了酒連一條命都不要, 很難忘 那瓶真的是我第一次釀的紅酒 由彩澤、去緊、賀皮、發酵、緩筒 我絕對等了一整年 沒有酒可以養過, 也不應該要命 那時候我還以為你的酒一定很昂貴 那倒是很昂貴 你說酒是用Petifidol 不是最高級的葡萄品種嗎? 那衡量價值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準則 你說的昂貴, 昂貴在你第一瓶紅酒 是我遇到你的第一瓶酒 因為你附餘了這瓶酒, 謹申一層蓮 而不會再有其他酒, 可以取代到它的位置 什麼事? 你怎麼知道紅酒開了? 應該是秋仔開了來泡這瓶酒 這瓶酒的銅門這個紀念紅酒是不能開的 不要…不要動 不過, 千萬不要動, 只是剛才泡的 不能開的 秋姐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泡這瓶酒? 嬌姐說紅酒泡洋蔥可以同血觀 我就試試看 那瓶酒前是不是應該先問人呢? 我看見她那瓶放了過期蜜糖 我們都洗乾淨, 沒問題 對, 蜜糖很昂貴嗎? 不會是節奏很昂貴? 節奏不昂貴, 比你的高夫菜還昂貴 家晞, 我… 我教了一整晚, 我很昂貴 我先犯規了, 再見 現在怎麼樣? 好, 打電話給高安告訴她 等她回來後有個心理準備 好, 你打 紅酒泡洋蔥可以通血管 可以疼痛嗎? 怎麼了?有得法案見嗎? 好, 你要有心理準備 看到一些不應該看到的人 加一聲過來 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 是嗎? 秋姐拿了一瓶酒來泡洋蔥? 其實呢? 挺好笑的 過幾小時前你才說我連命都不要 都要留住最好 轉過頭就沒有了 說你的? 在你嘗試安慰我之前 不如你先了解一下我什麼想法 我記得有一次我考試成績很好 我爸爸送了一盒朱古力給我 我很開心 一直都捨不得吃 結果放到一盒朱古力過了期 最後我是一粒都沒有吃過 剛才我看到一個空酒瓶 我第一個想起的就是核朱古力 一點不開心也沒有? 沒有, 就騙你的 但不發生也發生了 難道我要掛一個完全不知情的老人家 想在一起 這支酒是紀念我們相識的 那現在我們都認識了, 有酒沒酒不重要 有寫, 原來真的有得 沒有了一支酒, 但就讓我知道 我有個這麼通情達利 善解人意的女朋友